新型肺炎個案不斷上升 公立醫院隔離病床近乎飽和 各間醫院用不同的方法應對 有醫生說 独立隔離病床試過要扶一張 即是隔離病房都要加床 杜明慧了解過 每日化驗個案倍數增 伊麗沙白醫院內科護士說 差不多一日收50個證 隔離病房50多張病床 試過只是得回個位數 某些時候 九龍東聯網醫院獨立負氣壓病床 甚至試過負數 現時機場大量懷疑個案 由馬加利醫院主力接收 其他聯網的醫生說 醫院已經說明有機會要分擔一下 擔心到時醫院更加無法負荷 間間醫院都面對差不多問題 有醫院唯有改變策略 一天試過7個病人確診的東區醫院就嚴快點 醫院現在有5轉 之前只有3轉 每一天驗的環節多了的時候 結果也快了 病人的流轉會快了 不用霸佔那些會的客房 醫管局又說會盡快改裝多些普通病房做隔離病房 被確診而康復的病人入住 要先第四季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